去年11月份 蒋女士在杭州上城区 德信东旺府买了一套二手房 花了400多万 4月份家里装修需要定制柜门 因为鲁力听说是环保比较好 我是打那个鲁力集团的电话 然后她说是 他们是只生产不做定制 然后推了一个 那个全无定制的联系方式给我 然后我找到他们 蒋女士介绍 当时鲁力的微信公众号 直接给她推了一个400客服电话 她打过去后 对方提供了杭州青葱 室内设计有限公司的电话 4月15号 蒋女士跟青葱签了合同 委托对方使用鲁力的板材定制柜门 总价15300元 就是房间的柜门 再加客厅的这些牧师面 然后再加一个隐形门 然后合同的和那个时间是5月16号 那么5月16号 它是没有送到的 然后在5月22号的时候 送了一批货 然后5月底的时候安装了 蒋女士说 她没想到光是安装就花了一个多月 其中的过程一波三折 第一批是把我的房间的柜门 都安 房间的柜门和部分的牧师面 安装好了 那么剩下了隐形门 还有牧师面 还有几个抽屉 它是没有安装的 那么原因是因为 这个隐形门安装失败了 隐形门对技术比较 要求比较高 所以我观察下来的话 我认为它是不专业的 这个隐形门就是 要重新制作 然后我又等了大概15天到20天的样子 也就是说又等到了6月中旬 然后6月中旬来安装的时候 安装师傅是 他就说这个门座小了 可能和我这边的门不同高 然后又返回去重新装了 那么时间就来到了7月初 这一次安装的时候呢 就是门的尺寸是对的 然后这个师傅 我认为他是可以安装隐形门的 但是在最后一个环节的时候 就是安装荷叶的时候 他安装反了 门他要返回厂里重修一下 那么我又等了一个星期 也就是前一段时间7月11号的样子 最后一次帮我的隐形门装好了 第一次装的时候 就是隐形门没有装好 因为师傅的安装手艺问题 把那个门套给装坏了 重新补 补了之后呢 他觉得那个门的高度 跟他之前的门的高度不一样 那我 你说高度不一样 那我就给你换好了 那就整套门都给他换了 那我们尺寸有没有给他做错啊 没有给他做错 他只是觉得这个门的高度 跟他边上 他找别的家厂家 订了门的高度不一样 他不喜欢 要效果门 那我就按照他的要求 就重新又给他订了一套 也没有让他加钱 江女士说 好不容易安装完 现在又出现了新问题 因为它是不同批来的 然后色彩还挺明显的 就是我的电视柜上面的柜门 和我的隐形门 是不一样的颜色 然后隐形门和隐形门旁边的牧师面 又是不一样的颜色 然后这个牧师面 和我冰箱上面的这个柜门 又是不一样的颜色 这个榻榻米小房间的话 是这一批是第一批来的 这是第二批来的 然后这一批和其他几批的颜色 那个色彩特别明显 然后我问他什么时候 给我补发这个有色彩的牧师面 然后他说明天给我 也就是说7月12号给我回复 然后我在7月12号的时候 再找到他的时候 已经微信不回 电话不接了 中晚的当天有色彩 我都说美惠给他换了 什么时间给他换了 我说了23号到25号左右 给他发好了 我就是不接他电话 你知道为什么吗 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你就明白了 第一 我比如说我周一给他送过 OK 周九点钟过了 八点钟过了 电话狂打 一个上午能给我打十个电话 问几点到几点到几点到 他家里又没人的 直接送上去就行了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这种电话接烦了 我觉得他的电话 我就不会去接了 我只处理我的事情 电话我应该不接 蒋女士还是希望 跟对方当面谈 她带记者找到 当初签合同的地方 但墙上的公司名称 不是杭州青葱 她约我到这边来的 在这里签的合同 对 那为什么写的是 大可新材料 左边是大可新材料 右边是她的那个样板间 后面有再来过吗 没有 看一下有没有人 按下门铃 按了几次门铃后 里面走出来一位工作人员 帮蒋女士打开了门禁 整一层都是我们的 这边不是 这个人 这个人不认识 蒋女士带记者 到当时跟青葱签约的现场 但这里是另一家公司 而且公司员工说了 整个一层都是他们的 不认识青葱的张总 这是怎么回事呢 我进去的时候 他就说这是他的工作室 后面是说要满间 我在里面还参观了 还坐在桌子上签过合同了 那我们有比如说 跟其他有合作或者什么的吗 可能让他们来这看看 这个不方便透露 对 因为如果像你们外面 是有门禁的嘛 如果比如说 不是你们这里的人 他也没法带他进来 有的青葱商的话 我们会让他带客户 会进来就是参观一下之类的 但是不可能是以他们公司名义 这个是我们不同意的 工作人员表示 公司跟青葱有没有合作 他不清楚 要打电话问一下老板 原来这个张冲呢 原来是我们公司的人 以前待过的 以后后来是出去了 他自己出去的 他现在不是我们公司的 他什么时候 曾经是我们公司 好几年了 那他现在还可以进来 什么人脸没有给他消掉 他会进来的话 就是我们都很能在这里 我们的人会给他 就是说他自己在这边 以前他跟我们讲 他很能量带客户来看这边 然后我们很能给他一个门禁了 有可能 是这样的情况 那我到时候 我要这个门禁 会得肯定要取消 我去查一下 因为他没跟我们说 那边是我们的工作室吗 是我们合作的工厂 毛总他跟我们说 您之前是那边的员工 但是现在已经没有关系了 也没有合作关系 我其实跟他那间工作室没有 跟他这个产品没有任何关系 两位老总的说法有点不太一样 根据公开资料 杭州青葱市内设计有限公司的注册地址 在杭州市萧山区浙江世纪建材装饰市场 记者和蒋女士赶了过去 店门锁着 里面基本上已经搬空 玻璃上贴着店面出租的告示 他这个店的话开了以后 后面就搞得像个仓库一样的 住了一年 然后就某一天的夜里 就把那个稍微值钱一点的东西搬走了 就摘不来了 这关经营不好 肯定要关掉 注销公司我还在注销当中 在办注销手续 如果说我不处理他的问题 有任何问题我去给他推诿 去给他脱卸责任的 这个我觉得我愣 你想怎么样怎么样 我处理的有点就是 我唯独的就是不接他电话而已 我有什么问题呢 几个地方跑下来 蒋女士都没有见到张总本人 她开始担心 家里使用的板材 到底是不是努力的 有一种情况就是 努力家居的授权服务站 就是他可以在努力家居下单 然后呢 他也可能就是同时做了好多个品牌 我这边这个也没有查到 所以说需要您这边提供一下授权书 因为您提供的信息 和我这边的信息是对不起来的 努力的呀 跟努力是什么关系 我们跟努力没有任何关系 我只是找工厂去买板子 去给他做东西就好了呀 那我们这边有努力那个板子 比如说授权之类的吗 买板子怎么可能会 我又不是乱了买板子 我是找工厂委托的就行了呀 他的所有的诉求 我一个不乱了全都去满足了 他家的什么问题没有去给他解决过 我打的就是这个电话 什么时候打的电话 就是4月 4月份的样子 你打电话的时候 那个 你打电话的时候 是用的这个手机号打的吗 是的 所以我这边藏不到了 你当时是用这个手机号打的 是的呀 然后打这个400电话 他给你推荐的那个号码 对 而且就是我们这边的话 当时给您接的是男生还是女生 是个男生 因为我们这边的话 一般情况下不会给业主说门店的联系方式 材料清单上只标注了数量和价格 没有写品牌名称 江女士表示 他现在只想先把色差的问题解决了 尽快入住 其他事情会再找时间跟张总协商 之后也会请努力官方的工作人员 对板材进行鉴定 1818黄金眼记者报道